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这个标示 绝大多数的观众应该已经想到 剧组是在九份地区取景拍摄 哈喽 各位观众 我是兰伟华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九份金瓜石的黄金博物馆 我们今天红尘一站 剧组在这边拍摄 来 挡一下就来 来 挡一下 来 挡一下 我跟大家解脱一下 我们现在拍摄景是连洞 它是日式建筑 那跟我们之前在嘉义的蒜头厂厂 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边的建筑保持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场景是在前面的地域洞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它门前都会有一个解说的牌子 所以我们要避掉这个 所以我们挑了一个门前没有解说的牌子 带人去看 这边是当成剧终的男女主角 德明师兄还有慧云师姐的台银宿舍的家 你已经收了 对 收了 因为要跟这个观众互动 好啊 各位观众 这位刚答应接受访问的朋友 就是饰演慧云姐姐 慧云的演员 余彩恩 所有大爱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余彩恩 等一下红尘印在这里饰演慧云的角色 因为慧云师姐 在这个整个小时候到长大人生过程中 有一段比较不顺遂的日子 那一段日子我们刚好戏也把它拍了告一段落了 所以现在我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不然其实我还蛮录戏的哦 你之前看到我会比较 忧愁这样子 不是这边一个伤 这边一个伤 真的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角色 所以就会觉得心情不是很好 那我见到慧云师姐的本人 她现在也心情非常开朗 因为她刚好在那个我们大龄的分院 实际的大龄分院那边做志工 那她每天帮助别人 所以她也觉得非常的快乐 从戏剧一开始 慧云的姐姐慧云 她无论是就学还是就业阶段 都是由于彩恩这位演员来饰演 但是慧云这个角色随着时空的转换 出社会后的慧云就做了调整 由陈仙梅接续演出 看啥 大爱哦 这边是谁的左边 那慧云师姐的另一半得名师兄 就由大爱演出经验丰富的演员 吴灵珊来饰演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灵珊 我在序面角色的名字叫做德明 是一个银行的职员 那个性感觉起来就是比较谦虚啦 然后也比较木辣 就是跟我的本性比较像 所以只要我们台内有类似这样的性呢 就是本人就是非常能够胜任这样子 你带来花园分航要去管是咧 虽然说生活分航 但是做的工作都同样啊 只是学部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是没关系啦 你那个 你们那个台东分航跟花园分航很近啊 很近啊 你们看现在这个角色吗 这里是台东分航 我们搬到隔壁 来一买 这边进去 所以到了花园分航 既然武林山已经说到 台东分航跟花园分航距离不远 那这里要更进一步的跟观众说 这两间近在咫尺的分航 在搭建的过程 可是充满了工作人员的巧思 首先这看起来很像银行柜台的大理石桌面 它其实是涂上石头颜色的保利笼做的 整个看起来像是整座石头这样子 你看它无法承受太大的力量 一碰就摇 再来就是它拆搭快速 要拍就搭 拍完就拆 省时省力 等你 他妈是要拍手 不拆不起喔 没问题啊 我跟时间都拍差 今天拍去大午餐 你不去喔 是很可笑的 那些风景很完事很买人 你们两个动作联系一下 我等一下还要补镜头喔 好 在这里画妆吗 对 在这里画 对演员来讲 自己的人生滋味 应该是一次又一次不同角色的扮演 以男主角乌林山来说 她自1990年演了华世名为《爱》的乡土趣 《空安》这个角色后 她的人生就与戏剧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那女主角陈仙梅也从1992年电影《无言的山丘》开始 她的戏剧作品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所以对她们来说 戏剧创作的同时 角色会带领着她们去探索自我 而且每一次的演出 生命为她们准备的体验都不太一样 小心 对 不好意思 我要存款了 麻烦你 好 谢谢 乌林山这一次饰演得名师兄这个角色 就有一场难度极高的落水戏必须完成 这穿上来拿水 一直用很涼的 你这么温暖 我们待会用这个拿水 好 谁吃得喝 我们找一个判转的地方 穿你走下去 好 好 这好像不错 不错 走 穿你喔 穿你喔 穿你 来来来 今天是凉的喔 老皮 老皮 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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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下面 ү� besten 上面 先生 闺 這次劇中有一場戲是形容我掉到水裡面去 然後掙扎的一些過程 我本來自己的想像應該是 那個可能是一條河 然後那個河可能有一些深度 就是感覺還可以游泳那種感覺 那只是好像劇中人不太會 所以沒有辦法就是爬起來 可是我們到真正的現場一看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跳 因為它不是一條河 它是一條溪 這條溪有很多的石頭 然後很突扭 就是有很多的石頭在當中 然後我必須要這樣掉到河裡當中 然後被衝然後衝到下游去 我會想這怎麼辦 我本來想說我是很會游泳的 應該是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呢這不是啊 這劇情當中變成說人家是要犯走 我是要犯身體啊 我用身體在裡面這樣子撞來撞去 怎麼辦啊還好 有劇主幫我請一位替身來 然後可以協助我 然後就我穿一些護具啊 然後就跟替身體一直在那邊換 然後他演一演我演一演 他演一遍我再演一遍 結果他演的不能用 因為都在水裡面常常翻到正面 就看到了不是我 所以我就必須要自己來這樣子 都有護膝捏齁 還是撞的都是傷啊 你應該去看看剛剛的溪水有多湍流 我的屁股好痛 一直撞到石頭 一直撞到 你看 都溜腿了 你看 真的溜腿耶 等一下要噴水 好 加油 拍這場戲 對無陵山來說 那可真不容易 為了完成整個落水的過程 他再上游拍一次 中間的地方再拍一次 現在到了下游 要拍攝的是 最後被朋友救起來的畫面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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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台子 對 我沒有台子 你是要把我驅小展示嗎 拿到Chill фyse 會百多公囚耶 總算是把你叫起來 好靠姐 你沒有台子 謝謝阿咪 你為什麼沒有 我看你剛才南春酒發救人就沒有 就是叫水沖一個頭粉起來 不是啦 我剛下水的時候 也是覺得要冠軍發救人 冠軍想要賣掉 所以永遠覺得水裡面很平靜 身來電腦就不會走下去了 後來有一個部分是 就是我已經在水面很安靜 我自己的設定是我要沉到水裡 只是因為那個護具 一直把我往上拖我就沉不下去 這是也很好玩的一個經驗 那還好結束了 我真的很安全 雖然有一些瘀青撞傷的地方 總算完成了 太沉濕了 剛剛喝了很多水 我喝很多水 真的喝很多水 掙扎掙扎 事後武林山說 這次落水的拍攝讓他記憶深刻 但女主角陳仙梅 這回在戲劇上所面臨的挑戰又不太一樣 因為演員出身的他 今天要進錄音室 錄製紅塵驛戰的主題曲 這算是演戲之外 他所沒有想到的事情 好 鮮美姐跟觀眾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在 我們到底在哪 我們今天在一個很害怕的地方 大家可能沒感覺 今天在錄音室 錄音室配OS嗎 不是 不是配台詞 配什麼OS 今天是來錄歌 就是我這一部戲的 應該是片尾曲吧 壓力很大很大 因為我是科班畢業 但是我是戲劇的 學戲的 不是學唱歌的 那以前其實有錄過 但是就是被嚇到了 就是一進錄音室才發現 跟在KTV唱歌是不一樣的 嘛 大便呢 愛你 想我 已經印誠潔 Winston 好 庚愁 站在車頭的滑台 道上有家事 咱若是拔刀 愛勇敢又站去 我們那邊咯 咱若是拔 那個拔子不要拔 不要太短 拔刀 咱若是拔刀 拔 要稍微長一點 拔 咱若是拔刀 對 刀 不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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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梅說 竟錄音是唱歌 跟一般私底下自己哼哼唱唱 這完全是兩回事 音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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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時候你拍子要顧 節奏要顧 情感情緒 任何任何的細微 都會被凸顯出來 但是在彈到旋律之前 首先,咬字就要很到位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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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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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银 声音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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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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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梅在录制这首主题曲的过程实在不容易 光是让老师逐断逐字的确认歌词咬字 鲜梅说她又重新回到小时候学习Burper Mother世界里 银已经都没在呢 银已经 银已经 银已经都没 银银 虽然是花了不少时间才完成主题曲的录制 但这个新鲜的体验滋味的确与演戏不同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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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你是够了 好多 我考验你自己看种意 原 wig 我好多你 ejerc bitter 其實那歌詞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它沒有很多詞 就簡簡單單 可是其實就像戲裡面 它講述的就是戲裡面的一個情感 主要是琢磨在跟爸爸媽媽 跟長輩之間的 跟爸爸媽媽 那其實就是 講就是爸爸媽媽平常對我們的耳體念命 然後他怎麼樣教導我們 他們的歌詞 他們的交代 然後到最後 它裡面有比較讓我感動的是最後面 副歌就是最後面的地方就是 一樣的車站 一樣的樂台 一樣的車站 一樣的樂台 可是當我外面想要找他們已經都沒有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很多人都可以體會到的 可能長大了大家都忙於在這個工作上面家庭 任何的 但有時候當你想要回頭再去看家人或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在了 你想要孝順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那時候看這歌詞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歌詞 可是我唱到這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然後唱唱我就哭了 我真的哭了 就是連現在講我也覺得有點哽咽就對了 就覺得那個點有 有觸動到心裡面的感覺 聲音與影像的編輯 創造出故事主角曾經走過的歲月 但是與真實人物面對面的接觸 這對演員而言或許更能完整表達出 劇中人物的滋味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在2012年8月16號 劇組在台中慈濟峰會 安排了男女主角與真實人物 近期師姐見面 你好 劇舞 要503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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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請問他來 不知道他是誰的 是姊妹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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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嗎 對啊 對啦 我姓婆 不是啊 喔 有姓婆 你看那個 那個 我剛看著她的時候 我看我好漂亮喔 我好開心一點 有啦 你應該年輕時才會長得漂亮 喔 那現在更重要啦 由於戲劇一開始的劇本 對於慧音師姐母親性格的描述 非常的寫實 這一部分引起女主角 陳仙梅很大的好奇 我姓婆是一個 舊時代有心思維的 新觀點的女性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年代 為什麼後來她 其實她是以後是 因為生活環境 然後什麼都壓抑壓抑 那那個時候女人哪有可能 有一個管道可以去親戚啊 這樣就要聽老婆的啊 那女孩 所以因為是這樣壓抑 所以她才會把氣出在那個 孩子跟先生的身上 是因為這樣 所以其實我媽媽不是說那種 無理取鬧的人 對 我覺得她就是很現代女性的感覺 這是讓我很壓抑的 可能是在戲裡面她是受到她 卡賞的影響 媽媽的影響 就是媽媽跟她說 就是要她結婚後 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事業 就是女人要有自己的事業 自己就獨立的經濟啊 然後事業啊各方面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現代女性才有的 但因為她媽媽 本來就有這個觀念 然後灌輸她 因為我是很 做事情很俐落 對 會議師姐很明顯的 從外在的言行舉止 就能發覺 她的確有著俐落的性格 也就是這樣的性格 大家就很好奇 她和她的另一半得名師兄 又是怎麼相處的 有時候她也是很難啊 但是有時候我會叫她唱一般 對啊 倒垃圾 倒垃圾 就還是要女教這樣子 那現在越來越好 我都常常說 哎呀 你啊 你還真的進步了耶 你現在都會自動把這個拿去倒人 自動自爆 哎呀 我再舔 吹起來我夠了 謝謝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見到師姐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就覺得 不曉得 慧音師姐好不好相處這樣子 因為 她感覺就是比較俐落 我感覺起來好像比較不知道該如何跟她開始講話 不知道如何開口說第一句話 她是一個非常內斂 而且很沉穩的人 但是她有她的堅持 因為她認為說 欸 事情就是這樣的話 她會堅持 也還好就講到她先生得名這一段 越講越開心 然後開始就能夠插一句話插兩句話 欸 剛好也講到說 她跟她先生的個性蠻符合的 一開始就覺得我這個還蠻可以聊 這樣子 慢慢慢慢的就潛入佳境 就可以把我跟她先生的那個影子 開始搭在一起 然後我們出導餐的時候 話也知道 我怎麼跟她說 你不跟她謝謝 哈哈哈哈 啊她 啊謝謝 對啊 這樣 我跟她說謝謝 她就說謝謝 你會一直要逗她 然後她還是這樣反應 我就是會逗她 會逗她 那呢 對啊 有時候我這個人會比較熱情 然後呢 她會回來 喔 媽咪啊 然後 然後跟她抱著這樣啊 然後木頭 她也會手上去 我說 你也沒幫我摔一下 什麼 這筆就 我說這筆也是 我再給她看一看 她講的都是金姐 這個樣子調避 這個樣子調避 你看喔 我先生喔 他會帶我爸爸去看電影 哇 兩個人單好嗎 對 然後那時候我爸爸那時候 身體不要不好 然後 也不是說不好 可能就是來不及 放油 來不及到車頭去 然後剉離頭卡 對 然後呢 她回來的時候 她呢 還幫我爸爸 地板擦 然後跟我爸爸 再跟她洗 跟她洗一洗 然後再拿乾淨的給她擦 這個都不是她跟我講的 這都是後來我爸爸講的 我才知道 啊 你幫我做那麼多事 默默默的做也不知道 他都不會講說 我今天來做什麼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就是 讓我覺得 這一個人啊 這個男人啊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超越 會超越所謂的 夫妻的愛又更超越的 雖然劇本裡有描述過 可是當演員真正從真實人物口中 聽到他們夫妻相處的模式之後 接下來在面對劇本角色的感受力 又會有更深一層了 拍戲這件事在進行的過程中 有情感面也有食物面 下一周的戲說人生 我們會帶您更深入戲劇製作的幕後 看看紅城驿站的演員與工作人員 在食物面拍攝的過程中 究竟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戲說人生 我們下周見 我們下周見 感谢观看